你去蹭柯文哲也就算了 你还要来蹭到我 你有什么问题 N加1你一直提我干嘛 你要选就去选啊 那更可笑的是 你必须要依靠柯文哲 或者是柯文哲身边的人 边边角角的人来蹭流量 你才能上节目 你不更可笑吗 然后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什么 前幕僚 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过去的那段期间 很多人来帮柯P 可是不会每个人都说 他自己是前幕僚 他一直说他自己是什么 赖的这个主要在做赖的人 那其实事实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如此 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都是 只是大家不要讲而已 第一个 本人真的不是前幕僚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你讲 所有的媒体 主持人 制作人 记者 我都说过 麻烦不要用前幕僚 有 你还有提醒 我们那个slogan要拿掉 对 但是因为大家就想用 我也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 当老板的 干嘛去当你的闺孙子 所以我刚刚就听到闺孙子 在那边叫叫叫 那重点还是这样子啊 我跟你讲 他就是说 我跟我 我是这样说 我没有在秤 什么柯文哲什么的 他说你现在还秤他 因为如果我要秤他的话 我早就 去年我早就很多 有的没的事情就堆我出来 他就 他就完蛋了 那我说真的啦 就是 我本人 是靠实力开车来的 我跟你讲 我有进步 我跟你讲 我进化到自己都觉得好恐怖 我本来说slogan是 大家跟我一起 2026一起干战狼 都不行 因为男生讲这个字 可能会被me too 所以我把slogan改了 改成 2026一起 战战狼 我跟你讲 对 战战狼 没有 所以 所以 乃鱼你没有觉得我进步的很快 有 我自己都吓到 我觉得你好正面好乐观 对啊 所以我跟你讲 我就把他们的话 当成我在开车的时候 没有 怎么会有两坨鸟屎 没关系 就把他 那你觉得为什么 陈志涵的这个反应会这么大呢 因为其实他在这个对话当中 他也没有提到 他不选这件事情 他也没否认这件事情哦 是不是真的戳到一个痛处了 不是 因为他 搞不好 他的人生志向 不只是选议员啦 结果没想到我问他 你到底不知道选议员 他是你会不高兴啊 对啊 我承认啦 你不是知道一些内幕吗 对 那我不太能说 我不想造成 简历赤得 就是柯文哲的行为 爆出来了又不讲 另外我跟你讲 我觉得邱毅 点到我的名字 我比较紧张 因为邱毅通常都 点一些总统级的人物 我怕我一点 我很怕 我很怕我自己以后 会成为什么 重点是 你知道邱毅是今年 第一次提到我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有一次开记者会 我快吓坏了 二零一九年的十二月二十六号 他还没离开国民党 那时候还有正义兄弟 在党部开了一场国民党的记者会 他说有一份资料写 网路科技及新媒体趋势研究计划 里面的第四十页 在做柯文哲网军的研究 一翻开 迷一下 是不是有国民党的名字 你懂我意思吗 对吧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只是一个赖管理员 我也不知道是谁讲的 对啦 但是 对啦 另外我也要讲啦 意思是他出钱了 我帮大家翻译 对他是金主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另外就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宋楚瑜要选举嘛 是谁把我出卖的 就张艺善 张艺善叫我去帮忙 因为他答应柯文哲的 那你知道易善哥就是说 市场要骑那一日北高 你觉得怎么样 我马上说善哥 你们赶快去 你们赶快去 要那个 你们要那个什么 需要斗内的钱 人事费用 常看全部我出 你们都赶快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很怕张艺善在那边指指点点 对 所以我就把他们赶快赶去 做一日北高了 那还有 二零一八的时候 徐欣选新竹县嘛 我又被派去 帮徐欣服选 换什么你知道吗 柯文哲在民国党 台北市的支持 所以我再反过来问 陈志涵 Who am I 我才懶得你 我就是你邻居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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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